感謝各位繼續收看 盡責解盤 投資朋友 今天一開始 還是要跟所有朋友報告 這個行情裡面 今天最強勢的 還是在生計股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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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要從成交量上面 來做幫助的話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一點還是在生計上面 你也從成交量上面看出來 生計股仍然是 居於整個行情裡面的 最大量能 這是大盤 看清楚 這是生計股的量能 換句話說什麼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的親朋好友 有眼光的朋友 全部都已經到生計股這邊來了 所以你還在等什麼呢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我們來了 還是延續這幾天 一直要跟各位所提到的話題 您現在所看到的節目 將是未來唯一一個 以生化科技 未來十年作為教育最重要的一個節目 甚至我認為你繼續看我這個節目的時候 未來你真的非常有機會成為生計新貴的精英 而且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 親愛的投資朋友 很多人對生計到目前為止 還是一知半解 很多人認為說生計是非常難懂 所以第一個不敢買3176的機 這麼標這麼標 從321塊介紹到現在為止 看起來這個行情 三角形整理還沒完吧 從321塊整理到現在為止 不斷的給各位介紹 很多人怎樣 第一個不敢賺的 第二個什麼情況 第二個抱不住 賺一支停板就走了 第三個買不多 所以我說過假如你不曉得 生計真正的投資密碼 假如你不曉得五大操盤秘訣的話 生計股十全保點五大操盤秘訣 這裡面包含了毛利法 未來價值分析法 甚至營收法 甚至本益筆法 還有所謂的政策面的觀察 五大操盤秘訣 如果你不了解的話 難怪你抱不住 難怪你賺不到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說一件事 以後我在節目當中 從上一集節目就開始了 我說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對於生計真的不太懂 因為他覺得很難 抱不住 賺不到 不敢買 但是我現在就要告訴你一件事 如果你願意 好好的跟著盡責的方法 當然不是什麼指標不指標 親愛的投資朋友 有一大部分都在競選標股 折戰股王的VCD當中 其實我告訴你 你投資電子股 你投資銀建股 你投資鋼鐵股 所有有關財務面的 產品面的 應用面的 政府面的 景氣面跟國際面 這幾個方法在生計股裡面也可以用 你說老師怎麼用呢 這個VCD你可以當作預習 尤其是加入我們這個班級的朋友 你都會有這個VCD 我負責把你交到會 你說老師你負責把我交到會 第一件事情 我可以說很多分析師 現在還沒有把眼光放在生計股 偏偏今天又再次跟你證明 生化科技 生化科技 六月份生計股 根本量就已經跑過來了 你加入這麼多分析師 他還跟不上時代 順便跟各位說一件事 親愛的投資朋友 昨天有一個叫NBI 也就是納斯達克生計指數大漲 所以你今天看到美國股市大漲 都有因素的 上次你看到美國股市創新高 是因為費城生計指數 他比較偏新藥方面的指數創新高 所以在4月23號 我看到費城生計指數 即將創新高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說 請你好好鎖定好三檔股票 你看這有沒有道理 邊看節目邊學東西 所以我盤中上節目 也是要幫助你這些 邊看節目邊學東西 親愛的投資朋友 所以三個新藥股就跟著從這個地方 就開始先上來了 這個還更早 這個4月18號就進場了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是不是費城生計指數 今天輪到NBI指數 就是費城生計指數的母公司 或者轉投資新藥 或者本來他的一些生計股 也先漲上來了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說 你要知道這個情況 你才能夠賺得到錢 所以我一直在節目上面 不斷跟各位說 我會想盡辦法 教你投資非常困難的生計 其實在我節目當中 因為我幾乎是95%的股票 都鎖定在生計股 只有少部分的還在所謂的1533車王店 這種汽車概念股 我常常講說 我的節目很簡單 你要記住我投資什麼股票的話 就想像一個畫面 有一個人開著一台 非常漂亮的電動車 可能是泰斯拉 可能是保時捷 可能是賓士 現在賓士也要做電動車 然後到生計公司去開股東會 整個行情的重點就這兩句話了 說不定他手上還戴著穿戴式裝置 但是你想想看 哪一個最值錢 股東會 公司最值錢 第二個部分 電動車裡面的零件值錢 第三個才是這個 所以我只選兩個族群的時候 只剩下生計股跟汽車 而且生計 我們會長期來做追蹤 所以看我節目 我希望各位 你要持續持續的看下去 我們絕對是有幫各位 好好的做準備的 基於法令上的關係 這檔股票是誰 我相信 如果你長期看我節目的話 應該都知道是誰 但是我不能寫出來 根據工研院生醫所的估計 PI88上市之後 那麼保守估計 那麼每年達738億 這是工研院生醫所 你看清楚 這是工研院生醫所所寫的 這不是我寫的 對不對 它股本是13.08億 我數字都給你了 那麼保守估計這個要賣掉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PI88的這家公司 很好算 為什麼 因為他只有 他現在只做第一種藥 後面的藥我們再繼續追蹤 現在先問他 PI88這個賣出去 可能可以賣多少錢 賣多少錢除以他的股本 大概就知道說 他大概股價是多少了吧 所以這叫做未來價值估算法 那這檔股票是誰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想這個地方 我們不方便說 我們不能預測股價 但是問題是按照 工研院生醫所的一個估計的話 它是13.89億的股本 如果PI88賣出去是520億的話 那麼一張有10股 對不對 所以他可能未來就有這個機會 股價來到這樣的一個地方 所以為什麼第一次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說請你注意 我第一次跟各位講說 請你看到沒有 3176的基亞 既然第一個市值 可以來到520億的話 這個地方只有多少 410億 所以我321億的時候 今年注意 我講的是今年的基亞 我進場點 不要跟我講去年 所以我看到這裡 只有410億的時候 我既然有機會到520億 521為什麼不拚 520億的時候已經到這裡了 你覺得算起來準不準 這裡378 這裡375 為什麼到現在為止這條線不破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工研院講的 工研院生醫所 有問題去找工研院 拜託 長官 外資都已經喊到750塊錢的力望 喊0塊錢的1338了 工研院喊一下可以吧 不是我喊的 所以研究團隊預估 未來銷售738億 未來的時候 那個股價是多少 這個時候你要自己算 我已經想辦法教會你了 而且還有新藥要推出當中 所以價值還在持續增加 這叫做未來價值預估法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像另外的這家公司 來 我在節目上就教你了 這家公司它和新藥就不一樣了 新藥幾乎是可以說賣1塊就等於1塊了 毛利率幾乎是100% 連成本都沒有 因為它只是賣智慧財產權 研究成果賣出去那天是沒有 不是不太算成本的 但是這種股票它的毛利是30% 所以它現在已經有兩種 兩種一個叫Net fee 這個2.6億美金的 已經開始準備進來了 已經認證了 所以你不懂得要 我跟各位講說 實權保典要跟你講什麼 今年是最好的一年 你以前覺得PI88 到底會不會成功 現在三期了 快成功 快成功我們再投資 不是比較好嗎 人家在燒錢的時候 你投資幹什麼 同樣的 這個已經先認證了 所以今年準備要開始入帳了 已經先認證了 今年準備要開始入帳了 像智慧就是今年開始入帳 所以大標了 這是即將要入帳 所以我認為說 這有點像智慧第二 那麼它一共有這兩種產品 這一個叫做Lender Room 大概是這樣唸吧 16.07億美金 那你把它換算成台幣 台幣現在換算成30.01元 再換算30% 就是大概是三成的毛利 注意三成毛利來講的話 它不是新藥 所以你要去想想看 然後再去算算看說 它的股本一股有10 一張有10股的情況之下 未來光這兩個藥物 未來在兩年之內 它有132塊錢的EPS的收入 你知不知道 像當時智慧 各位 智慧今年就認證了多少 就認證了17.8元的EPS 如果全部認證的話 也是80幾塊錢 所以這不誇張 注意它不可能一天給你認證完畢 它可能第一年第二年認證 如果第一年跟智慧一樣 這樣認證的時候 要認證80幾塊 而且6月7月注意 我們翁企會院長說 6月7月有很多的藥證藥 來做一個認證 所以今天來 我要教各位一個非常重要的 叫做未來價值預估法 那麼這是PI88的 未來價值的預估法 為什麼PI88這個股票 在這個378塊的時候 我還說可以加碼 我再問各位一件事情就好了 你想投資生技股嗎 我認為現在就是投資生技股 最好的時間點 還有人在唱衰 代表這個行情 未來還非常清楚 現在科技島 未來十年之後是生技島 你現在只看到竹北科技園區 未來全島都會成為生技園區 就像你十年前 只有看到新竹科學園區 現在全台灣都是科學園區 今天新來的朋友 好好的把握住這檔股票 未來價值估計 不是這檔 這檔是PI88 全世界都知道 這檔所謂的 第一個是Netfin 還有Lindum這檔股票 那未來有這麼多錢 可以去做認證 我認為這檔股票 很可能就是所謂的 你的新藥股第二也好 你要叫他智勤第二也好 我認為這檔股票 很值得各位來做一個 長線上的了解和投資 未來價值評估法 下一檔 歡迎你趕快跟上來 Lindum 21st 我新東區捷運造新都 大戲指經貿園區 南港下一站站前300米 新東區捷運造正 小四宜居最首选 绿海警官一至三旁 新杰都震撼登场 新杰都 58642-1155 现古当冲的时代来了 分剑室 密剑室 放剑室 半剑室 您不可不知 当冲第一绝学 韩中九世 结合业内操盘手法 当冲快速取材 让您连战连胜 连胜连盈 韩中九世 使黄老师及20年功力 超越市场制作 韩中九世 DVD课程金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六月 敬泽家族 15周年庆活动 感谢再感谢 六月加入集讯者 特寒一 韩中九世 技术精华DVD 二 全国技术班课程三堂 三 周年庆客回家 全无请友 周年庆客回家专线 02-2781-0909 02-2781-0909 周年庆客回家专线 三 周年庆客回家专线 资料 中文字 中文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擔用 各位剛才看到靜澤錄影的時候 忙中有錯 以為這個節目是錄影的 今天這裡是現場的 所以呢 所以做股票千萬不能忙 忙了就有錯 我為什麼帶我家族成員在操作 當然我最看好的 主要族群就是生計 未來三年 未來五年 我一定都不會離開生計 那麼次要族群我常常講說 反正短線上三支停牌五支停牌 盡量賺 今年我認為是投資生計股 最好的一個時間點 翁企會院長也這麼講 而且時間點放在什麼地方 4月23號 為什麼呢 因為很簡單 以基亞為指標 他已經達到第三期的認證 換句話說 去年跟前年 有一些藥品的研究 可能到最後 遇到很大的困難 我想我直接跟各位說了 有些藥品的研究 可能遇到很大的困難 所以他又從上面掉下來了 但是從股價上面 你也可以知道說 哪個藥品製造成功 哪個藥品製造可能遇到困難 可能還停留在二期的一個情況 那基亞已經進入第三期了 我們可以用錢去算 他到底值多少錢 你問我說 那到底這個4168的唐年值多少錢 我認為說以後再算 以後等他第二期第三期出來再算 你說老師4152的台位體值多少錢 第二期第三期怎麼再來算 懂我意思了沒有 一期的你不用去算了 但是像我跟各位講的 像基亞已經進入第三期了 就等發牌了 你一台車子都坐好等發那個車牌了 下一檔車牌都掛好了 單氣掐了等試車了 所以跟各位講說 各位 有的時候我很喜歡看車看生計 所以5月20號的傳真稿 這些都是證據喔 我又帶你賺汽車了 我說過次要族軍我帶你賺汽車 這是昨天現買現賺 我又帶你賺汽車了 看到沒有 這是現買現賺的 所以各位啊 這一波裡面幾乎全市場上面 連分析師都在鎖定現在這個節目 為什麼 因為我給各位的兩個族群 都是現在大家努力的方向啊 甚至呢 我幾乎沒有時間去講說 我績效今天有多好 你自己看著辦吧 你自己看著辦吧 自己看著辦吧 注意喔 我們明天再來講這件事好了 合一處分號頂 母公司跟子公司之間怎麼認定 我們明天再來講這件事好了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4162的智勤大漲 結果4123的成德 因為擁有智勤9.9%也大漲 結果4105的東洋 現在也慢慢的快要起來了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他們的集團的威力也是慢慢出來 就像你們以前看那個聯電 那個聯電的IC設計大漲 然後聯電也大漲 那個道理 其實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不要把生計想得那麼難 生計有一部分 其實跟你投資一般的股票 是一樣的 最難的在什麼地方 最難的在新耀的認證 最難的在新耀的一個發明的過程 所以我說過這五大超盤密集 原則上其實 如果各位要先看一下VCD的話 也可以看一下 這個方法都可以互通的 敬則有三片VCD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希望各位 今天我還是要跟各位說 凡是你不熟悉 凡是你不敢賺 凡是你買太少 智勤怎麼這麼飆 買太少 然後還有人怎樣 智勤在漲 漲好高 沒關係我先買東洋 他就是先不漲 老師 漲好高 我先買醫院 買勝宏 他就是先跌 我先買神龍 就是不漲 什麼原因 我就常常講一件事 看老師你又自己選股 結果不漲 我告訴你他們將來會漲 磨到你受不了之後他才會漲 我就直接這樣跟你講 或者說人家漲 等我高檔賣出去的時候 你去追高 你殺掉這檔股票都有可能 聽信某些指標追高殺低 所以凡是不敢賺 買不多 試試看還想猜猜看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不如來上這個精英班 這有分學習組的還有家族組的 你自己看著辦 盤中九世 流水抓標股 我說到最後標股會在這個地方出現 你都在這邊捏幾步 你當然捏不到魚 人家會釣魚的人一溝馬上上去 不會釣魚的人在前面 怎麼撈了半天裡面都撈不到魚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你在這個行情裡面 第一個一定要有信心 您看到沒有 今年我認為未來的十年 你有沒有想過今年最賺錢就是這四個人 生技股四大天王 今年最賺錢的 因為股價也在漲 你認為今年這種股票有賺錢嗎 我看他也是挨挨挨挨 這也挨挨挨挨 賺一點點錢 毛三道四 這個更不用講 這個賠到連兒子都上陣了 對不對 所以以前叫做科技新貴 十年前你只有看到一個新竹科學園區 結果產生了誰 產生了獅從堂 產生了誰 產生了郭台銘 產生了張忠謀 現在獅從堂很賺嗎 沒有 郭台銘說他做得很辛苦 郭台銘還算很賺 但是最起碼許勝雄就不怎麼賺 最起碼王政堂還要下台 他們都不太賺錢 誰在賺錢 你們想過 各位看到沒有 2324的人保毛利率3% 要不要看看 4% 這已經算是表現最好的 我找一檔最普通的好不好 4123的成德 看到沒有 毛利40% 這種毛利 如果你今天不要算新藥 只算西藥跟製造藥的話 你製造藥品賺40% 你製造電腦剩下4% 你選哪一個 更何況有的 還有國際上最大的醫材公司 交生來帶 跟著交生 看到沒有 跟著交生創歷史新高 4163的液態水漲船高 所以光是一個交生概念股 我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就賺不到 看到沒有 這叫做什麼 各位 你光是一個交生概念股 你就賺不完 各位看到沒有 4163 注意喔 今天我還要再推 這就創新高了 老師這是連勝文概念股 那我面前動 我投給他 有錢賺 你管他什麼動不動 有錢賺比較重要 今天希望所有朋友 通通都能夠來到 未來生計新鷹班 六月中即將開課 額滿為止 小班次 請你好好的把握 親愛的投資朋友 來 這是昨天跟各位交過的毛利法 4123的成德 就這樣賺上去了 看到沒有 毛利多少 毛利是40% 我剛才說 人保毛利4% 成德毛利40% 你要投資電腦 還是投資 投資生計 同樣的各位看到沒有 這個才是西奧的毛利王 毛利45% 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壓回 毛利王在這裡 還沒創新高 但是呢 還沒創新高之前 我就帶你佈局了 他創不創新高 我都是最大的贏家 他創不創新高 我都是最大的贏家 你以為股票市場 只有一檔機 後面都還有 4743的合一 各位看到沒有 從多少 從50塊錢 給你介紹到今天 我說明天我們要來講這個事情 到底合一處分他 好還是不好 我們明天來講這件事情 但是 又給了他1.91元 各位看到沒有 來 注意 我還要給大家1檔非常重要的一個 1財概念股 你看一下 這是4163的液態 看到沒有 今天來了 我們就選這兩檔股票就好 1檔叫做未來價值預估法 液態的毛利37.04 我介紹過非常標的股票 看到沒有 4736的泰博 他的一個毛利多少 46 這個1財毛利王 剛才我們介紹永信叫做 永信是什麼 永信是西藥股的毛利王 這是1財裡面的毛利王 達到68% 1太財37% 講了5支停滿的泰博 46% 請問他 有沒有機會 我們今天介紹的這個和這個方法 未來價值評估法和毛利法 你看節目之後有沒有收穫 這個毛利不好 毛利你看從47%掉到39% 那個股價就很糟糕 好啦講沒關係 不好的跟你講 不過 看看他後面有沒有改善 你看是不是他 我沒有糊你吧 那這個會掉 這個會不會上去 今天第一個1財毛利王 你要好好想辦法 第二個是未來價值預估 這兩檔股票 我認為今天加入我們的 所謂的生計精英班的朋友 都是這兩個是最重要的個股 請你想盡辦法 好好好好的把握 我們要給各位非常重要 有關精英班的一個情況 來各位注意 這就是你要想辦法進來的地方 我都想辦法給各位最好的一個門檻了 你可以掌握生計投資密碼 教材都幫你寫好了 你可以掌握技術分析的盤中九市 全市場上只有一個人在教你生計股怎麼投資 因為我們認為未來十年最重要的台灣發展 就在生計啊 我給各位一個最重要的利多 我問你 全市場上面 哪一個地方 全地球 哪一個地方 那邊的人 又懂得中藥 又懂得西藥 而且西藥是很早就跟美國學了 中藥是很 不要講了 他就是那個子孫 這個答案就是台灣吧 況且中國大陸13億人民 他喜歡吃中國大陸的中藥 還是台灣的 我告訴你 台灣的藥品認證 偏偏美國跟中國之間 我不承認你的中藥 你不承認他的西藥 但是美國承認台灣的中藥 他認為台灣的認證程序 他們能夠肯定 中國承認台灣的西藥 美國跟中國現在因為說 他們嫌中國有賄賂的情況 所以彼此槓起來 最大的優點又是我們台灣 日本做得到嗎 日本做不到 韓國做得到嗎 韓國做不到 東南亞國協 越南做得到嗎 做不到 全世界獨一無二 只有生技股 台灣沒有人可以取代 那麼就算未來有一間 生技股的紅海 例如是中天好了 或者是東洋 都沒有機會離開台灣 因為只有台灣人懂 什麼叫中藥 什麼叫西藥 歡迎你想盡辦法 掌握未來十年最重要的股票 也就是生技股 生技新貴精英班 歡迎你想盡辦法趕快跟上來 這一波的生技股 四個字大獲全勝 想盡辦法跟上來 本投資公司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慎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清晨已經發生了 住宅的火災 蛤 是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快把瓦斯爐關掉 怎麼還有收音啊 快孫 揮手出一時 他一針錯到有高溫或濃煙 會隨意發出警報孫下 果然無時間通知出來 人趕緊逃孫跟他一一九報警 沒錯 而且自己動手裝便宜又方便 安裝住機器 安全無國畢 請購買附有合格標示這產品 並記得定期更換電池喔 欠古當沖的時代來了 分件事 異件事 上件事 半件事 您不可不知 當沖第一學學 韩中九世 結合業內操盤手法 當沖快速取材 讓您連戰連勝 連勝連贏 韩中九世 是黃老師 及20年公里 超越市場製作 韩中九世 TVD課程天線 02-2781-0909 2781-0909 6月 敬澤家族 15週年慶活動 感謝再感謝 6月加入及訓約者 特寒1 韩中九世技術精華DVD 2 全國技術班課程三檔 3 週年慶客回家 全無情有 週年慶客回家專線 0 2